实力 优势 压倒重选手 无懈可击地成为2019年快乐女生全国总冠军 当时去 比如说去音乐酒吧唱歌 是为了挣钱呢 还是为了收获实践 还是什么原因呢 都有嘛 可能就是第一点是因为自己很喜欢通俗 但是那个时候学的是美声 所以就想去接触更多的流行音乐 我们那里有一个特别好的酒吧 他们不让我唱 然后我就说让我自个儿出去看哪能让我唱 我就去哪儿唱 那你现在美声还会唱吗 还会唱一首 两期 两期 你先来两期要不 谢谢你啊 你先来两期 谢谢 银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刚强 横进我 站到梁山山 翔大跟老师 你问我一下 哪个歌啊 我忘了 我忘了那名字了 我直接唱吧 天边飘过一朵白 后面的花枪女光临的地方 一个滑起来还有往上飘 应该是 应该有这样的东西 来呀来呀来呀 你有多久没唱了 有四年五年了 谢谢 哇 哇 长点人家太有才了 只能是 你来一家 下面我们要慢慢消云了 你是哪年去的澳洲 是02年的时候 15岁 所以你在国外没有学唱歌也 没有 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现在学的是小学教育 哎 看你大学没有读完啊 没有 现在还是在 还在大学 今天我们手上还拿到一些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李萧云出国之前拍的 那时候他只有15岁不到 哎对 我这样还要问 你留过长头吗 有啊有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哇 好可爱啊 是你吗 对 哇 哇 哈哈哈 长发飘飘 这个漂亮 这是我的 布照的照片 不过我 我觉得 看起来还是这个发型比较好 哈哈哈哈 谢谢 那当时呃 是什么样一个奇迹感回来的呢 其实一直自己都很喜欢想要尝试一下 刚好因为看到那个 这次有快乐女生之后 蓝州有唱区 哎我就特别兴奋想说回去一下 然后他选不到我可以回去看看家人 就我就跟学校请好假 就跟我妈妈造了四场工作 就攒够钱 我就回来了 自己攒钱回来的 对啊 当然自己攒钱 是什么 就是火锅店 嗯 就打工平时赚的钱呢 会攒家 李肖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 十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分开了 十五岁时便跟随妈妈 远赴澳大利亚学习与生活 这使得她的性格比起同龄人 更加独立有主见 然而就在2007年 李肖云的爸爸在甘肃因为癌症去世 这一切留给 这一切都在家庭长大利亚学习专业